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潮小虎 我们今天解释一场 香肠德PT990 会占排行榜的比赛 这个也是很奇怪 排行榜我从来没赢过他 但是我打击人赢的概率就特别高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事 好 板鸡梁直接被 修风八字女带走 不要给他红血放必杀的机会 我们看第二回合 雅典娜 他上雅典娜完全是为了羞辱排行榜 他感觉就是赢排行榜没什么压力 就跟他玩 好了一个传递被跳青腿 直接要晕 控防一下 抓一下能抓到 出一个动拳 再后退 放必杀 好打出一个浮空 看排行榜会不会破 现在雅典娜是脚离地面 脚有没有离地面 感觉是飞起来的 但是还是被这些 跟板鸡梁一样 修风八字女带走 我们看第三回合 接着连人还剩下一个 不是 不是核武 十勒千赫 好的 你还比我就跑抓 找了一座鬼魄 裸他 好再继续 好的跟他不饿 再助辞 差一点被消风 再能量伞 利用能量伞进阵 这样神的前赫 真的好像要是送了 还好 中拳打了一下 再拍一下 等自己影子消失了 还可以放 助辞签字 好的 一个前冲往这 如果不跳就是个C头 我们继续看第四回合 好 站一下 AB 就此打出counter 有点距离远 猴子起身就想动 起身就想动 起身就想动 再抓一个C头 你看正好还是 这剧人看得很准呢 好的 利用天地反的抓中 Bug阵 利用能量伞 你这个减破那儿就非常的得 完了大门要晕兄弟们 大门要晕 跳毙拉盾防 还直接打晕 再来个杂志 真的 这老牌打了个毛线呢 哎呀 啊 我们再看一回合 直接被旗舰反三 左上角 却已经六连排行榜 大家猜猜最后的比分几比几 稍后给你们说 看看这波板天梁对战 排行榜的八神 正龙 等抓消风 只抓了一个C头 走一个鬼步 再翻过来 他真的不太会打 这边 他不会打 我打不好 小黑又爱揍 刚年 怕对手起身生龙 磨死了 没有气啊 大门八神也刚不了 现在是排行榜的猴子出场 他这个猴子呢 大家给他起门 叫猴死粮啊 猴子只要一死 基本上就完事了 感觉他大门的 还有八神的发挥 都打不出来啊 排行榜 八神喜欢这个 发波跑抓 加百合则 打990这种 AB的就包死了 吃了个大饼 劈彩 呱呱一顿劈 打出红字 AB看得很准 一个下C带走啊 这个一看就是可穿三局啊 然后顺便跟兄弟们说一下 最后的比分是 10比5 990 990 大胜 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啊 感冒了 少了也不太舒服 所以说可能解说的时候有点 噔 噢 不可防御啊 兄弟们 正好起身打出不可防御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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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都给又是不可防御 这大饼都糊的